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分布式事物 就是一些分布式病化这些事情 而卡夫卡跟他们则不一样 卡夫卡就深度的使用了做keeper 用它做了很多的 第一是原数据存储 第二是事件通知 就是我们这后面说的这两个 然后这两个的话可以说跟其他的都不一样 就是过度使用做keeper导致很多问题 等一下我们会说 然后我先说一下 我等一下会举两个例子 就是有关原数据的 就是zoockeeper里面原数据的 就是两个核心的 一个是删除topic 它涉及到了副本分须的改变 也就是会删数据 会加数据 跟数据相关的原数据变化 我把它称之为比较重要的变化 而比如说修改一些内部的现成词这种 这种原数据的变化 我把它称之为不太重要的原数据 当然这个重要不重要 是我的定义 是为了我这个演讲 我家的一个定义 跟卡夫卡本身不是这么没关系 然后我再说一下就是zoockeeper的一些问题 但这些问题可能其他的 哪怕我们换成别的系统都有 但是在别的系统中可能它更好控制 然后由于我们深度的使用呢 zoockeeper导致的一些问题呢 我到时候 我们会把它迁移成一种meta.log的形式 就把原数据通过日制的形式 像卡夫卡一样这种日制的形式来存储 这两个我可以 我这里做了一个对比 就是左边是zoockeeper 然后中间是就是我们说的meta.log 有什么区别呢 比如说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 存储量上面 zoockeeper它并不是高存储量 而这种eventa.log的方式 它的存储量更高 第二个是API层面 两个是基本一样 由于 ZK的Listener只能读到最新的状态 所以它需要一个read的接口 而meta.log kraft它不需要 因为它已经自带了一个Listener Listener读到的就是所有的日制 你把日制回放一遍 就能得到最新的状态 所以它不需要read 第三个是Consumer Group Consumer以前也是深度使用zoockeeper 我们把它迁移过程 等一下我会介绍 第四个是Hadoop里面 它用了zoockeeper做什么 做就是ZKFC 这叫Control and Fear Over 而并没有 而Hadoop它的原数据 包括我用哪些 它是放在name node里面的 包括我有什么 我用哪些数据 有个是那些目录 它也是有自己的journal log 它的journal log 其实也就是一个 类似rough的这种算法实现的一个东西 然后还有更多的 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说 然后之前Consumer是深度 依赖了zoockeeper的 它把zoockeeper 当成是那redis 带通知功能的redis在用 而后来 这个有很多问题 第一个是安全效应 它有大量的Listeners 叫Hard Effect 第二个是 由于疯狂的提交offset 保存offset 它是一个高吞吞量的zoockeeper 是承受不了的 所以我们做迁移 其实分了三个过程 第一个就是用zoockeeper这个阶段 第二个就是 我同时保持了zoockeeper 以及通过卡夫卡自己的offset 就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呢 就彻底一出了zoockeeper 就只通过offset 这个通过APTI来存储 然后除了offset以外 这个assignment 就是group的这个 做这个协调也是一样 分成的这三部 中间有一个桥接版本 同时保留了这两部分的功能 来迁移 就是consumergroup的 我们等一下讲前一 也会有类似的一个过程 然后 除了 这个部分 再就是adminclient 就是卡夫卡 他除了consumer 还有adminclient 用来做一些维护 包括我们说的 那share脚本 他们其实也是调的adminclient 这client 他会直连组keeper 做很多事情 然后到这里的话 就是我之前说的 我会介绍以两种为例 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删除topics 或者transient topics 他们会有一个 嗯 这种变化 就是会有一个 副本的变化 数据 跟数据相关的变化 比较重要 它的路径是这样的 client先写到 zcaper上面有个叫 delete topics的目录 然后controller 监听了这个目录 然后 他就会 首先当然修改 本身zk的原数据 然后再发rpc 给broker 而对于不重要的 前面也是类似的 先通过zcaper 通知到controller 然后最后 呃 他不会 有个rpc 通知broker 而是让broker 自己订阅 这两个 就是重要的和不重要的 前面是一样的 后面不太一样 后面那一步不一样 而在adminclient 当中的列路改动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通知功能全部下掉 就是zcaper上面 不再用zcaper的这个 delete topics目录 和config changes 这种目录 来通知 而是直接通过rpc 来改 就是 这是做的一个 就是虽然有两种 但实际上adminclient的 改动是一样的 这是我刚说的这两种 后续的架构 后续服务端架构 也有类似的改动 它的一些优点啊 什么封装啊安全 包括兼容性 以及验证这些 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自己理解的 然后 服务端内部的改动 第一个 这是旧的 旧的那个架构 旧的架构 大家看着很复杂 如果没法理解 可以这样想 就是因为我刚刚说的 有两种 一种是重要的 一种不重要 它们两个我都放在这里面 所以看起来很复杂 有的它要通过rpc 有的是自己订阅 所以看起来比较复杂 到了桥接版本的话 我们就直接去掉了broker 就是broker 我再也不连 不再连接 rokeeper了 而是通过controller 来管理所有的原数据 然后再看这个迁移 这个跟 adminclient迁移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不一样的就在于 一个在broker 一个在client 就现在 以前broker 比如说 我发现我的字盘 坏掉了 这个的话也是 但是也有 也涉及到原数据 叫ISRChange 就是人类似于这个目录 然后以前呢 它是要通过broker 发现磁盘坏率的这个broker 给做keeper上面写 写了以后 cntl呢 然后就是发rpc 以及写做keeper 就是这个 就中间这个 然后还有不太重要的 比如说中间的原数据修改 也是一样的 就是比如说 现成池的一些 拿取的数量这种 它是下面这些连路 前面是一样的 而桥接版本我刚说的 就是 就是桥接版本 它跟最旧的版本 做的不一样 做的修改 就是把中间这个 通知功能去掉 换成rpc 也就是我 现在看这个图 再看这个旧版本的架构 我可能就明白它什么意思呢 因为它两种都在这里 然后改了以后就变成这样 这是 到了这里就是桥接版本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中间版本 来去掉 thekeeper的时候 桥接版本就把这个rpc去掉 到了最终版本的话 就是由这个桥接版本到最后 就是完全去掉 thekeeper 然后改成了 改成了通过就是 自己的卡夫卡的controller metatedlog的controller 而在这个过程中 就再也不再 不需要区分 那个重要的和不重要的 就是我说的 因为以前就是不管你有没有设计到数据的改动 它都是统一的通过metatedlog的方式 发送给下面的broker 这是整体的迁移 迁移的过程 迁移以后它的一些优势啊 或者改变了这个以后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就是网络分区 网络分区 这个东西 问题永远是存在的 但在旧的版本 它有各种不同的问题啊 比如说 它自己可能有分区 就是夺客自己有网络分区 夺客跟controller controller跟broker 就是controller跟controller都有 而现在的话 它在同一个系统里面 就只有一种网络分区 它的状态更加的固定 第二个是不一致 原数据不一致 就是说删除topic和创建topic 这两个事件 如果顺序不一致 如果旧keeper监听到的顺序不一致的话 可能会导致不一样的顺序 现在也没有了 因为metanlog rough的这个算法 它会保证我的metanlog 是永远是一致性的 就是顺序是一致的 第三个是failover 旧版本的failover 你每次我的controller挂掉了 但一个新的controller 起来以后 它有一个ON级别的操作 它把所有的原数据 都要从旧keeper里面 重新图一遍 对于一个 比如一百万级别的topic partition的话 这个过程是分钟级别的了 而到了新版本呢 因为它有三个 比如说至少有三个controller的话 它有standby的controller 切换的话 就是秒即 就是没有ON的 再也没有ON级别操作 第四个是 没有这个double raw double raw 本身跟 rough的这个迁移没有关系 只是在迁移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这个也可以顺手做掉 就是以前在做升级的时候 从版本一升级到版本二 我们的做法是 先把所有的机器替换一遍 就是替换一遍 替换的过程中 把版本也一台一台的换掉 换完以后 再统一再重新重启一遍 这是double raw 在很多系统里面都有 而我们做的以后 我们可以动态的调整 就再也没有double raw 这个事情了 然后 这是在改进过程中 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 KIP500 它要移出Lukeper的时候 Lukeper本身社区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单词语异 而不是不能看到methodlog 要不要改 就是这个人 他给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回应 If you want to see all events 用卡夫卡 这个回应也得到了 项目作者的认可 就是Lukeper它作为一个分布式的数据系统 它底层肯定也是有一个日志系统的 就类似于卡夫卡 它肯定封装了一个mini版本的卡夫卡 可能只是它的算法不是RAFT 也不是什么 它可能用了自己的一套算法 而它 但是它 这个 这个日志也会保存到所有的 也会 同步到所有的Lukeper的节点 但是它的状态计算法 把这些日志回放一遍以后 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路径一样的 那种路径的这种路径的状态 但它本身肯定也是封装了这个 一个小版本的卡夫卡 而且它当然也有能力给你提供这些 所有的Methanlog 但是它不会给你 因为如果它给你了 那它就不是Lukeper 它就卡夫卡了 而这就是我说的Methan as a log 以前是把这些东西放在Lukeper里面 你能看到的是一个状态 而现在的话 所有的操作的日志 比如说Trancing Topic 删除Topic 然后修改它Topic的一些原数据 它都是通过一些日志的方式 而你所有的节点 只要能拿到这个日志 把日志回放一遍 就能得到最终的一个状态了 这就是Methan as a log 然后最后我会 我这里会介绍一下 Kraft它的实现 在介绍Kraft之前 我先可以简单说一下Rraft Rraft如果大家对消息对内 这种东西感兴趣的话 Rraft肯定是有接触的 Rraft就是我刚才说了 就像Lukeper 它里面也封装了一个 迷你版本的Rraft 基本上所有的数据系统 都是一个日志 加一个状态机 状态机算法它就是一段代码 所以它不存在分布式这个概念 而日志的话 它可以做成分布式的 也就是我们说的Rraft Rraft它的核心就是 把一段单机的日志 变成一个分布式的 而且让它看起来像单机一样 这是三个的区别 Kraft是由Kafaka Logs本身的一个算法 改编的 而Kafaka它本身就是做日志备份的 它在迭代的过程中 也逐渐生成了一套算法 这套算法 基本上跟Rraft是一样的 最大的区别就是 Rraft是Pull模型 是Push模型 就是Leader 会把数据Push到副本 而Kafaka它是Pull模型 就是Fallner 会去Leader上面 Pull数据 拉数据 这两个导致的它们下面 所有的区别 都是这两个导致的 可以说 第一个RPC 所以这个Rraft只有两个 因为它的Append Entries 这个是Leader 发送给Fallner的 它同时充当了心跳 也充当了这个什么 Begin Quorum 就是这个开始一个新的任期 也同时充当了这些RPC的功能 所以看起来 Rraft是更简单 实际上Rraft也并没有简单很多 第二个是 就是副本的状态 Rraft它设计了三种 就是Leader,Fallner,Candidate 而我KRraft在把Fallner进行的一个拆分 这个是为了公正层面的简单 Fallner状态的话 它拆成了三种 一个是Fallner Unattached,Volted 这个我可以说一下 Fallner就是没有任何 它真的只是一个Fallner 就是它知道谁是Leader了 而Unattached的就是 我不知道谁是Leader 我也没有给任何人选举 而Volted就是我是个Fallner 而且我还给某个人选举了 我已经给他投票了 它拆成的这个完全是为了 工程层面的实现更简单 而且确实更巧妙了 第三个是这个状态 第三个第四个 一个是持久化的状态 一个是变化的状态 这两个基本上两边是一致的 而KRraft都保存的更多 但这个跟准确性没有关系 第四个这个Voluntile State 就是变化的状态的话 两边也是一致 不一样的是Rraft 它是一个日制加一个状态机 日制的话 日制的Offset就是这个Committed 而Applied就是状态机 它已经用了那些数据 而KRraft的话 它设计的时候 它可以是一份日制 对多个状态机 所以它有个Listener 就是个S 就代表它有多个 两边其实这两个 两边也是一致的 SnapShot这个 两边也是一致的 一个是拉 一个是推 然后MembershipChange 就是我增加节点 这个暂时 我们不支持KRraft 有提案 但是还没有实现 因为优先级不高 而Rraft的话 这个它是Join的Concert 这是一套它论文里面 会设计这个东西 而最后Concert的Check 就是一致性的检查 就是Follower在拉日制的时候 会检查这个日制 是不是一致 这个的话 两个是有点区别 也是因为我说的推和拉 这个区别导致的 而且这个KRraft Rraft的实际更简单 Rraft它需要一次次去探测 那个两个节点的日制的分歧点 而下一个就是Commit Semantics 就什么时候我认为日制可以提交了 这两个是一致的 都是Quorum 也就是我们说的Majority吧 就是超过一半以上的节点 同意就可以提交 但是有一点的是 这个Rraft的话它只需要一次 因为它有一个Pull 而KRraft它是Push的 只有你下一次Push的时候 我才知道你真正Commit 所以它需要多一次的RPC 这个可能是KRraft的 会有一点缺陷 然后除了这个 还有一个Extra Condition 就是说除了不仅一条日制 不仅保存到一半以上的节点 就算成功提交 实际上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我这里 是Rraft论文里面的那张图 我认为这是Rraft 应该是最复杂 不管是实现还是理解 都是最复杂的一个点 核心的原因就是Rraft 它为了保证安全 它在比较两个副本的日制时 它比较的是 最后一条日制的记录 最后一条日制 比较的时候 先比较的是Term 然后比较的是Offset 也就是先比较任期 但是如果我成为了Leader以后 我一条日制都没有写 然后我就成为了 又成为了新的Leader的话 这个时候 我的最后一条日制 和我单前的任期 是不一致的 所以这就是具体的细节 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多花点时间研究 这个比较复杂 比较难 而Praft的解决方案就是 它每次成为Leader以后 我就写一条消息 这样我保证 我最后一条日制 和我单前的任期的Term 一定是一样的 就规拼了这个问题 这个也是从卡夫卡 以前的设计来的 而Rapt 它需要你额外的去保证 但Rapt 你也可以这样实现 但一般的我看 也很少有人这样实现 真的是要去保证 检查这个 一Poach这个东西 检查Term这个东西 最后Leader in action 这个是 都是自己实现 而卡夫卡 它会借助的Keeper 最后一个Leader Discovered就是发现 我跟你说了 就是Rapt 它 它Apple Entries 这个 就是同步数据 这个它同时也充当了心跳和这些东西 所以它不再需要一个额外的 但KRapt 它是拿 所以它需要一个额外的RPC 这个就是两边的区别 然后我看一下我们这边设计的话 是把整个 几个设计出发点吧 第一个是 不依赖我们其他的模块 这个东西设计完以后 你可以把它做一个SDK 你可以把它拿出去 在别的地方用 第二个是 我们现在用的是SingleRapt 但是也保证了这个MatiRapt 这个能力 第三个是Rapt的这个算法 就Rapt 它是一个数据加状态机 但是我们现在设计Rapt 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也把Rapt代码 设计成一个状态机 而状态机的状态 就是我之前说的 什么Leader Follower Candidate 而它的驱动事件就是Timeout 和写事件 以及RPC这三种 核心类的话 我这里 就不多说了吧 因为这些可能是感兴趣的 可以看 然后 下一个 这个就是KRapt 它首先 左边有一个Rapt Client 这是它的 我刚才说的一个状态机的实现 它会 提供几个核心的接口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Pull Pull的话会不断的 会有这四种模型 第一个是单前的状态 单前的状态的State 就是左边的这个 它可能每个状态下 它不同的状态机不一样 就是不同的状态机 不同的驱动事件也不一样 而第二个ProListeners 就是为了 把检查到的日志 发送给对应的状态机 比如说我们现在 就是Control和Broker Control需要我所有的日志 所有的比如 Topic的数据 那你每次发现 有新建Topic的操作的日志 也会同步到Broker和Control 第三个就是Request和Response 这些Pro 就是不断的去接收消息 也会作为一些驱动事件 发给这个Craft的状态机 这是逻辑 然后我这里有一些典型的时序 我就只介绍第一个 是一个节点起来以后 怎么变成Leader 就是起来以后 会调用Ref Client Initialize 就是初始化一下 然后就会变成Unattached State 也就是这个时候 我是个Faulner 而且我不知道谁是Leader 我也没有给任何人投票 然后他会不断的去Pull,Pull 循环的Pull,Pull Pull的过程中 有一次发现Timeout了 就时间到了 我该选举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变成了一个 我就把自己变成一个候选人 然后我再Pull的话 就发现候选人的Pull方法 其实就是发送一些 请求投票的request吧 这个时候就request vote 发送这个东西 然后再Pull的话 他就会收到一些响应 如果说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 同意我当Leader 那我就变成Leader了 下面的话 就相对来说还简单 也是一样的 核心就是这个Pull的过程中 所以我们不断去检测各种驱动事件 然后发生状态的变化 然后有了QRAFT的这个算法 就是类似于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怎么去用它 这里介绍了几个案例 就是新的Controller的设计 新的Controller基于RAFT 就是每个Controller 它在启动的时候 都会包含一个RAFT Client 并且注射Listener 这个Listener会监听Methodlog 然后第二个RAFT的状态 如果是Leader的话 RAFT Client是Leader 那就是单前的ActiveController 其余的就是Cenderby的Controller 所有生成Log的RPC 比如说创建 我给大家创建消息 创建消息这种 创建topic 创建topic的这种Log 都会发送到Active的Controller 然后Active的Controller 需要进行验证 然后生成对应的日志 就是Metalog 并且保存到这个Metalog里面 然后RAFT的这个东西 它会把它同步 而Active的Controller 是需要实现MOVCC的这个算法 大家应该 了解数据库都知道 就是支持多版本的回退 因为我可能写失败 然后Standby的Controller 就不需要实现 它只需要坚听变化 然后就Commit Log再就是最后一点 就是采用的是单线程的设计 避免这种复杂的并发问题 然后我这里介绍一个 也是一个时序 就是比如说 我是怎么写 就是怎么创建topic的吧 就是验证以后 就是你Create Topic 这个RPC 最终会转发到Controller Controller验证 这个topic的完整性 验证发现是可以的 然后就会把对应的Metalata生成 比如说Topic的Metalata 和Partition的Metalata生成以后 应用到底层的状态机 然后当然此时要考虑回滚的可能性 然后会调用Rough the Client Append的方法 Append的方法 它会导致后面的 这条日誌会发送给所有的broker 已经所有的broker里面 都有Rough the Client 所以最终的话 就会应用到底层的日誌 也就是所有的节点 都会读到这条消息 而最终如果单消息确定被提交 也就是majority 我们说的quorum 就所有的大部分的 都已经读到这条消息 我就不需要考虑回滚了 就直接删除对应的版本信息 这也是MVCC的部分 然后最后就是 如果Active Controller 它挂掉了 就是有个 Standby的Controller 就可以直接接气就行了 就没有这个ON的failover 我们先说的 然后除了Controller以外 Broker它也会用到这个东西 也会用到Rough the Client 但是它就简单多了 它不需要考虑各种回滚啊什么的 它就只需要 就是下面这个 只需要监听 监听这个Controller的Metal Log 它只需要注射一个Listener 这个Listener就是读 读到了以后 该怎么做的话 就是更新自己的一些原数据 就是后面的 然后这是整个Roughlet的实现 跟它的一些案例 然后这是社区roadmap里面 带完善的一些功能 一个是跟KRoughlet本身 这个算法相关的 就是说的什么 第一个是 磁盘的这种恢复 然后第二个是 Quorum 就是 第二个其实就是 我说的那个状态吧 就是我说的 那个集群的那个 成员的变更 就是我加节点这个 第三个是 Metishare 这个就是说我们 有时候也需要一个 本地的东西去调试 我的这个东西 做一个Client吧 类似于就是ZK的 ZKCLI那个东西 最后MatiRoughlet 这也是后续的一个实现点 然后跟 跟本身 再就是跟KIP500 就跟移出ZKIP相关的 一个是 Kavaka 4.0 会移出ZKIP相关的工作 第二个是我们现在在 JBOD JBOD这个还不支持 还在开发 最后是ZKIP Migration 就是从ZKIP迁移过来 迁移这个工程也在开发 这是 所有的 然后 一些参考资料吧 最后就是 各个同学来做一个演示 他会演示一下 那我这边有 那个视频 那 那我这个演示大概是 会用 会让大家看到 我们现在 最新版本的Kavaka 是如何 在没有起一个Dudekeeper的情况下 我只要一个Java的进程 就可以 就可以起一个Kavaka 然后做任何事 好 那这一开始我先让大家看到 我 好 JPS 现在是没有任何Kavaka的 或是Dudekeeper的Process在跑 那 我接下来就只跑一行 把这个 这个 这个 Kavaka把它弄起来 那 这个Property 其实跟正常的Property 没什么两样 那就是 Krafter 裡面 我们会有一个这个 叫做RAW 所以我会跟他说 你现在的RAW是 Controller加Broker 那其他就都跟 如果有在使用Kavaka 应该都知道 那当然还会讲 Controller的Listener 不过那都不重要 最重点是你的RAW 你RAW定义了两个 你起来就会有两个RAW 一个是Controller 跟正常的Broker 所以 当我这样起了一个以后 我就可以做 正常Kavaka 会做的是 Create Topic 然后 Write Message 跟Read Message 我都可以做了 所以 就让大家看到 现在的 最新版本的Kavaka 已经可以 到这个能力 就是 你可以 用Krafter 打到 没有ZooKeeper 的情况下 做到正常Kavaka 使用的功能 所以 我现在在写 我写AABBVCCC 那我会另外 起一个 Consumer 去读 看是不是能读 到刚刚我起的那个 就是我刚刚写的数据 那这位 会看到 AABBCC 都会出来 好然后 我会再试着去写滴滴 那是不是就会有 对 所以就是确定这个是 可以 那 那现在 现在我们这边有加一些 matrix 来协助你 identify一些问题 那 主要可以看到 Controller 这一块 CopkaController 这边 我们有几个主要的matrix 像是 呃 这边大家可能看字 比较小 不過就是有 我 讲到 因为我刚刚那个子民有说 就是我们一直在写资料 所以你快去看你的lag 你跟leader的 就是 你那个写资料的lag 是多少 如果lag太多 表示你是不是有问题 我说这是Controller的部分 那以及他 你现在的 现在最新的Offset 是什么 然后 这些 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现在的状态 那 对 这都是Offset的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Controller 那边的Offset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刚刚子民有提到 Reft的部分 因为我们底层 还是用到Reft 所以我们也会有 Reft的 matrix 那在 这边 CopkaServer裡面 的 这个 Reft 这边 那就可以看到 现在你的 状态是leader 然后你的 époque 然后你的 latency 你是有没有 vote的 你vote誰 然后你每一次选举的 latency election latency 在下面 这些东西都在这边 所以可以协助你去 判断说 你的 为什么你的 Controller 一直 建不起来 还是一直不稳定 那到底问题是出在哪 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你的选举 次数很高 那就表示你的 问题很多 你那个选举有问题 或是 APOC很大 那表示你一直在做 不必要的选举 那还有 reft的channel 就是因为我们reft 他们在沟通 controller之间的沟通 所以就用reft channel 你可以看到这些的资讯 好 那这是我们 我这边的demo 那 里面这边有 对 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 谢谢 两位老师好 我想问一下 KROF的日志 它会对一些操作进行压缩吗 比如说 我创建了一个topic 我要把这个topic删除了 那么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没有创建 那么新的一个节点 加入集群的时候 会对这两个操作做存放 还是说就跳过了 嗯 这个 我刚才讲的时候 其实 其实那个图上也是有指导的 可能我没有细说 就是有一个叫install snapshot的那么一个功能 就是说 这个 其实这个也是reft论文的那一部分 就reft算法是包含了这个东西的 就是 我们会定期的 就是触发一些snapshot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规则型的触发 比如说我们要升级 每次发现 就是新版本 就是版本号这个东西 也是我们的语言数据部分 每次发现版本号变了 我们也会触发这个create snapshot 就这个过程的话 就是所有的media都会 都会重新生成一遍 这个过程 嗯 就相当于是你说的那个压缩 而至于 就是说 你刚才说的新的 比如说一个挂掉了 另外一个起来 它 它会不会就是 读 就看几层的日志有没有压缩 就是如果我们还从来没有 发生过这个snapshot的这个过程的话 那它就不会 那它还是读到的 就是先读到创建 又读到删除 就是 就相当于 从操作层面 就是先add 然后又remove这个操作 就是还是没有 但如果它已经发生过snapshot的话 那它读不到这两条日志 就是有这个过程 是有这个功能的 好的 谢谢 OK 各位 这演讲还有其他相关的问题吗 好来 稍等 我想问一下就是整个比如说 KraftLeader它的一个 比如说 像我创建一个topic 它整个的数据变更流程是什么 是说 我先去变更内存状态 然后再写log 还是怎么说 还是说 我根据内存状态 生成一个data写log 然后再replaylog 去修改内存状态 就是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分两个部分吧 就是 你创建topic这种 凡是要生成methodlog的操作 都会发送到active的那个controller 也就是craftLeader activeController它会验证你这个 是可以的 因为它已经有所有的日志了 它会验证你这个createtopic 是否可以执行 如果它发现可以执行 它就会把它应用上去 就是说 就会生成这些 就会把它应用到自己的状态里面 然后把它就是写到raft里面 写到raft里面以后就会同步到 其他的所有的机器上 就是这个过程 然后你刚才说的 应该是有没有 有没有生成什么数据之类的 应该是整个过程就是 先在corumController Controller这个里面先 先会 因为Controller会保存所有的topic的数据 相当于它会把所有的日志 回泛一遍 生成一些比如说topics的一些数据结构 然后你说的 我要新建一个topics 它先把这个topics 发现可以新建 它就加到这个数据结构里面 然后再把它应用到日志里面 再把它就是说 或者说写到日志里面 然后其他的 其他的节点 读到这个日志 也会应用到自己的 那个状态里面 是先应用到状态 然后再写到日志 是吧 还是 如果就是corumController 这个东西 它是先应用到自己的状态 再写到日志 而其他的 就是因为它是通过RAFT 已经到日志了 就是先写到日志 从日志读出来以后 应用到自己的状态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先应用到自己的状态 再写日志的话 会被应 那如果后续 比如说我不是立的了 对吧 那我的状态是需要回滚吗 对 就是我刚说的那个MVCC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 Active的Control呢 它是要先写到自己的状态里面 然后写到日志 它写到状态的时候 是有带版本号的 就是实现的时候 其实就是每条日志的Offset 是一个递增的 那个就是它的版本号 它会记录 记录下最近一些版本 就是还没有完全提交的 所有版本 它都要记录 然后如果发现呢 这个东西它挂了 或者说有其他的 它会有个Failover的话 它就会revert到 对你的那个Offset 感觉就是实现的话 会不会还是比较麻烦 不是做成什么 故障以后 我直接 我从头开始 replay一遍 构建那层状态 是不是 对上层的Controller实现 会更简单一点 故障以后 就你说的这个 其实是这样的嘛 就是我有三个Controller 有两个Standby的 一个Active的嘛 它们三个一直是在回放的 只是Active它回放的 有可能是 它有可能会应用一些 还没有确定提交到三个的 因为我们必须要保证 在一半以上的机器都 确认收到这条日志 才能真正的应用 而也就是说 Active它还没有真正的 就是还没有提交的时候 它就已经应用了嘛 就是刚说的 而Active这时候它挂了的话 它 其他两台Standby 因为它已经应用了 所有的日志了 只是说最新的那一些 可能还没有同步过去 还没用 所以它 它马上就能变成Active的 就替代新的 旧的那个挂掉的 所以也不存在于说的 要把所有的回放一遍 只是说 它如果这些机器完全挂了 再起来的话 它肯定是要回放的 明白 谢谢 理解了吗 子明这个有没有对应的Slide 可以调出来 再讲一遍 能理解吗 能理解 好嘞好嘞 行 那个还有相关的问题吗 有这个问题 好 那好 那个我想问一下 就是刚才好像 没有讲就是Rapt 这个集群扩容的时候 能处理办法 就是这个我刚才说了 就是 集群扩容 就是Rapt它本身是支持的 但是 它是要一个一个节点 加进这个 还是 嗯 对于我们现在是有提案的 提案肯定是一个节点 一个节点的加 但是目前还没有实现 还有其他小伙伴有问题吗 补充一下 这个 就是刚刚指明有一个 我觉得之前我们有 解过一个bug 还蛮有趣的 就是 就是 呃 在开Rapt里面 我一开始 呃 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 那个 那个 Active Controller 你怎么知道它是 活的还是死的 它可能已经卡 挂在那边 然后没有人知道 所以Follow一直去拉资料 但是一直拉不到新的资料 它可能已经挂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解决办法 是 呃 那个Leader 就是Active Controller 一直去发一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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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ion no operation 的一个message 定期的发给自己 然后其他人去拉 所以其他人就知道说 OK 那个Active Controller 如果是活的 它一直在新的资讯 新的这个log一直往上跑 好 这样很好 那接着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然后这是指名解的 其实它才蛮厉害 就是 呃 就去跟 就发现 Leader一直往上 一直去写 no operation no operation 然后Follow一直跟 永远都跟不到 它最新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永远起不来 然后一直time out 一直time out 一直time out 对 那一开始我们有卡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后来有解掉 就是 这个指名这边把它fix掉 那fix的方法就是 我们 在起来以后 有去 找 去确定 这个Leader 现在的 最新的状态 我们只要跟到这个最新的状态 之后的 就不管它 那之后它再 慢慢的会去follow out 这样 对吧 我应该没出错 是的 有这个问题